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我们回忆一下上一节课 看一下大纲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一个加载等待提示的一个效果 如何用 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何用oc写的代码 再加到我们的swift里面 这是一个桥接文件 然后在里面导入oc的一个头文件 然后我们修改了一个在机内里面增加了一些显示加载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公共的函数 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来调用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个注册的一个步骤 参考Youber 我们看一下这个 Youber的一个效果图 它的注册第一步是创建一个账户 这里边有一个电子邮箱手机和密码 然后第二步就是设置用户的一个基本资料 名称姓名 第三步就是添加付款方式 这是一个三个步骤 这是一个三个步骤 我们首先 看一下在我们的项目里边 这是注册的一个 我们把这两个先删掉 这当时我们为了讲解加入了几个 然后注册的呢 我们先加入一个 这里边创建账户 创建账户这个页面 把它填在这里 Swift 然后这里边呢 fs page cret create account 创建账户 这个页面 然后还有一个 建立基本资料的这个页 我们先把它打框架来建上 Use info page 然后下一步 添加付款方式 iFt 这是三个大的页面 注册的三个大的页面 我们就建立完成了 首先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一个代码 好 这里边 看呢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导航栏 我们在团团传里边以前的项目中也讲过 如何来设置一个导航栏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可以增加 在base page里边 所有用 从page继承的类呢 我们都可以设置导航栏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 设置导航栏的一个公共的函数写在积类里边 增加一个函数 set at 这里边 首先这个导航栏 你给它设一个标题 然后点击这个的一个享用事件 it's right 标识它是左边的 是不是右边的绑航栏 右边的按钮 还是左边的一个按钮 好 我们把它直接可以 跑过来 或者我们写一下 我在这里写一下 这里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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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图片的后续名 我们就设置它的一个图片 否则就是设置一个标题 我们直接把我们 这是我当时的直接拷贝过来 如果名称有标图片 那就是设置一个图片的按钮 否则就是设置只有标题的按钮 它的一个响应实践就是select 然后这是设置导栏的一个 tint color颜色 然后如果它是右边的按钮 就设置wet把发开什么 否则设置左边的一个按钮 好 这样我们就建立完成了 看我们这里边该如何来 先加sat首先设置这个标题的名称 放件账户 我们把我们的注册显示出来 在这里我们就 点击 Clown the page LootController 这里边有一个Page Right Center yes 错 好 这是我认得你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在加载的过程中 点击 这就是我们装件账户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IIB文件 改一下它的一个 我们在四用处上面进行一个适应 这个颜色我们改成黑色 按下这上面 我们设置一下 我们可以先加上 电子邮箱手机密码 正好 接着 现在我们先加上 我们先加上 保持一个颜色 现在就先加上 我们先加上 我们先加上 一个颜色 我们先加上 一秒 好 好 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右对击 看一下它的一个字体颜色 我们可以再改一下 我们把相应的用件来加上 邮件 字体字号我们里的设带 好 邮箱 这里面还有一个手机 这里面是输入密码 好中间可能会还有一些 还有几个线条 线的颜色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个界面的美化 这是大概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去用 可以根据一些坐标 去根据坐标来设计这个界面的一个具体位置 它的颜色改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再看一下 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导航栏呢 这里边我们还没有添加对应的一个 关联关系 看一下我们贝斯里边有这个 如果我们贝斯里边有这个 合格 支持 下一步 好 先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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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有下一步了 這裏邊我沒寫它的一個視檢 我們再把我們的界面進行一個修改 它太靠上了 我們把它往下移一下 我們再把取消按鈕加上 我們可以把這droid left寫在積累里面 來看一下我們前面寫的 來看一下 再加一步 扣 dobank就把它销回来 dobank具体下一步显示什么空间显示哪个页面呢 这里边重启一下记得写overwrite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里边我们看他有个圆角 这里边我们会加一个在这里边加一个圆角的效果 我们在积累里边写一个 可能在各个地方都能用到吧 这个电量 这里边我们设置他的一个圆角的一个效果 现在就这几句 你先看一下起来的一个运行 看这里边就取消下一步 然后点取消就过来了 然后点下一步没有反应 然后我们还没有写他的一个实践 然后把这个view 跟我们的backview建立一个关联 这里边已经有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点 这里边我们把它去点 还给我把它去点 看他就有一个圆角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界面 然后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看这里边有一个选择 手机号的一个区号的 根据国家显示不动的区号 后边我们会 下一节课我们会讲 讲这个实现选择国家跟地区列表的功能 好今天主要可能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